香港的打工仔要上車買樓一點都不容易 想有自己小空間唯有就租屋 租屋市場裏面最近有新Tinkle Living共居空間 在旺角有個月租1萬1千元的盤 到底是否值得住呢?我們一起看看吧 這個Apartment是三房房型 後面有一個廳 這邊有兩間房 房型猜似就一樣 想空間多些就要考慮對面的大房 這間小房麻雀雖小但誤狀俱全 這間房除了有雙人床之外 還有一個獨立浴室廁所 雙人房除了有獨立浴室廁所之外 還有一張書桌 單位入面的客廳、飯廳和廚房都是共用的 開放式廚房雖然低色 但已經有齊雪櫃和廚具 單位入面還可以明火煮食 而洗衣機就躺在這裡 一進門後就是廁所 經過走廊和高新飯桌就到客廳 這間兩房單位好事正 適合兩個人入住 co-living和sharehouse 最大分別就是它有定期的社區活動 大家可以和同區的其他住客 一起交流 亦可以認識新朋友 便可以豐富大家的圈子 社區活動間中為天台舉行 其他時間住客都可以隨意用 而且這個共居空間是月租形式 不需要簽約一年或以上的租約 每個星期還會提供清潔服務 最適合一些忙到沒時間收拾的打工仔 租客入住的時候還會收到一個welcome back Fuda 裏面有優惠券 還有活動時間廟 如果你想有多些空間 便可以考慮一房的單位 這個單位月租就要一萬九千元起跳 其實相對來說當然是有點貴 對於香港地打工仔來說 可能真的比較不是一個首選的選擇 例如是租盤來說 但如果你真的有這個預算 想有一個已經有人佈置好 或者有穿傢俱的一間單位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考慮的